來感受這溫馨熱鬧的場面 巴西聖保羅幼華學員 舉行創校二十四週年校慶 暨畢業典禮 有將近五百多位家長 觀禮和來賓們 共同見證小朋友們的學習 成果 已經走過二十四個 年頭的巴西聖保羅幼華學員 在聖保羅巴西學校阿德費吉斯 舉行校慶 暨畢業典禮 近近五百位家長與來賓到場 現場熱鬧滾滾 典禮一開始 園長陳麗嬌至此表示 為了讓小孩子有更多學習中文機會 創立幼華學員到如今已二十四年 幼華幫助了海外華裔子弟 實現了中華夢 今後我們將高瞻原主任重道遠 為華裔子弟更加創造輝煌 畢業生們在家長們帶領下入場 畢業生代表以流利中文致謝詞 園長也親自為每個人頒發畢業證書 而副校長也頒贈獎品給四十多位畢業班小朋友 傳燈儀式中 畢業生把燈傳遞給中班的小朋友 有著傳承的意義相當問心 隨後成果展示部分一連串節目登場 年紀最小的幼幼班 以及分校小小班小朋友表演唱游 可愛至極的動作 讓台下家長們以手機錄下畫面 留作紀念 下手 翻開 下架 跳 客服B班表演動感輸道 給人不一樣的感覺 大班學生表演 大王叫我來尋山 其中一位三歲的猴王表演 獲得全場熱烈掌聲 帶動全場熱絡氣氛 客服A班表演優美的擅自舞 以及廣場舞 讓全場氣氛拍到最高點 客服浦文班舞台劇精彩演出 家長們各個沒開演笑 自從Simone來到這個學校 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性格非常開朗 自從我兩個小孩 上幼華學院以後 非常懂事 非常開朗 1993年創立的幼華學院 是巴西第一所中文幼稚園 從最初只有9名學生 到現在學生人數近300人 創校宗旨是以發揚中華文化為目標 不論是參加僑界所舉辦的 會畫 書法 作文 朗誦 以及演講比賽 成績費燃 甚至代表巴西參加 廈門的世界歷史文化大賽 都獲得前三名的家績 普遍受到家長們肯定 台灣網路律師 廖士餅 巴西上網路 採訪網路